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权报局》 很久没见大家,上星期有些日子我放假 没见大家一段时间,但市场相对性比较静 自从市场因为疫情的关系,令到3月中见低位 21,000点见低位之后 接着就全台各大央行不断推出很多不同种类的刺激经济措施 令到股市反弹 香港的股市在上星期五期之计最高夹到接近24,700点 这一转反弹来说,如果单纯与美国比较 美国的升幅很明显是比香港的更多 正常的,因为反过来想 之前美国的股市在高位插下来的那一刻 亦都是比香港插得狠 在股市跌幅比香港跌幅插得狠的情况下 理论上的反弹力度自然比香港强,这是其一 其二的就是,今次全球各大一向推出很多刺激经济措施 而美国当中那些刺激经济措施是有利于美国 而并不是有利于香港,搞成了这件事 所以亦都因为这样,在刺激经济措施的情况下 再加上美国超买技术性反弹的情况下来说 令到美国股市反弹的力度,是应该比香港股市强的 所以近期来说,香港股市相对性来说 比起美国股市来说,就弱一点 你会见到市近期相对性来说,比较静就是这样 没有,我之前一直预计过市,都是亚湾 现在这些 range 游走,都没有什么别的 就算我上个星期,即是星期一公众假期 星期五放假,没有什么去见大家 但其实 range 都是我自己预计在23,700,246附近 这些位置游走的,我自己一直都是预计这些 range 游走的 所以是相对性来说,比较静的 如果你纯粹说,是要去作出一个短炒的情况下来说 因为那个涉拨幅真的少 在这么少的情况下来说,是没什么好做 都是要很有耐性,等这些机会去做事 那么现在,今转,美国市反弹 最近期比较重要一点的消息 刺激令到美国的股市继续破顶 是因为说,美国的疫情好像有少少放门的迹象 令到特朗普开始开口说,会即将重启经济的计划 容许他们,整个美国不同的州 他们自己去决定去分阶段去重启经济 这个是其中一个你好消息 令到美国的股市是忘记那些企业职不好 失业率上升,忘记了这些数据 而令到它继续破顶的 这个是其一 OK? 重启经济刺激活动 第二个因素最主要呢 就是,整天都说疫苗疫苗 那么,解药解药 那么,美国最新来说 就开始说,有一种新药 就说,经过临床实验呢 就去医疗那个疫情 就是那个武漢肺炎的效果呢 是相当性之不错的 亦都因此刺激令到美国股市开始反弹 但是,你会见到那个情况就是 美国股市不断地破顶 但是,香港股市始终都是额限额限 很大力升破24,600的关口 的情况下来说 那么,在这些位置 再向上,再突破 那个胜算就低了 我只可以这么说 而,我在图表上画了 是对上一次大约三月中的位置 那些位置有个下跌尿口 那么,咖啡色的那条线 highlight了 就是24,695点 至25,085点 24,695至25,085这个位置 其实,阻力相对性来说 比较强劲的 那么,现在,期指 今天收市大约24,300 那么,昨天最高夹到上 24,700左右 那么,对上的阻力 就是24,700至25,000 那么,这些位置 那么,因此来说 你问我 再向上追的空间 就不直博的了 你真是想买货的 我宁愿你 等个回调一点 才再买 OK? 就不需要急的 那么,现在市场上来说 就在憧憬中 中国会继续有一些 刺激经济的措施出台 那么,最主要是来说 上个星期 中国公布最新的GDP 那个数据就差于市场的预期 那么,市场上都 憧憬它 未来会开始 会跟随着环球各大 央行会继续推出一些刺激经济措施 那么,我不排除 香港的股市 会因为未来 中国推出一些刺激经济措施 令到它会再夹多一下 那么,如果 市真的再夹多一下 那时候,升到上去大约 我认为期止是25,000点流上 那时候,我觉得进取的投资者 才可以找位去主动触击去做淡 那做淡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我之前所说的 上个星期 其实前个星期 不是上个星期 前个星期我已经开始说 期止24,600点流上有阻力 那么,股票期权来说 保守的投资者 在期止大约24,600点流上 那你会看到 最近期每次都升到24,600点流上 就立刻回来 24,600点流上 就可以开始逐步做一个 Cover Call的动作 Cover Call的意思就是 你本身持有股票期权的正股 我当你本身持有 一手四百股的汇丰 那你将股票的汇丰 就搬到你股票期权的汇丰 那你做这个搬的动作 然后呢,你打个电话去 通知我们CS同事就可以了 直接打股票期权簿 就可以了 你逃期找个CS同事就可以了 那你搬了货货去股票期权的话 你就可以在不用 给按针的情况下 就这样做一个Shot Call的动作 那换句话说 你就可以在零成本的情况下 除了给用针 在零成本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开仓做Shot Call 收期权盈 而你最大 其实都没有个风险的 因为最大的所谓的风险 只不过就是说 市一路夹上去 你是用一个指定的价位 你估出股票而已 就是等于你排队估股票而已 那我一直以来都很建议 那些投资者呢 在现在两万四千六楼上 这些位置呢 是很适合做这个动作的 那我现在都是这样维持住这个看法 那但是 这个你是一个叫中性的策略而已 那就是 简单的说 就是等于你排队估股票 再压外收息而已 只不过你 就比起排队收股票 你多了些什么呢 多了你利息 OK 那绝对比你排队估股票好的 那 但是 你这个是一个中性策略 你不是主动看淡 你只是排队估股票而已 那但是 如果刚才所说 如果你要主动 真的去做淡的情况下来说 我觉得 要个市起码升到两万五千点 留上才我会够胆去做sort call 是 指数其权去sort call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其实近期的市 剩下了这么久呢 隐心波幅相对性来说 会落了不少 那你做sort call 收取其权金 那个数呢 就小了很多 第二 我都怕 会来近个市 是有机会真的怕 中国再推出这些刺激经济措施 就令到香港股市 再夹得上去 我怕这件事情 所以 你如果做sort call 用杠杆去做sort call 的情况下来说 主动做淡的情况下来说 你又想收多些些其权金 我宁愿 等市多夹上两万五千点 才开指数其权的sort call 就会比较好些 那你开sort call 如果真的夹上两万五千点 你开sort call 的话 就可以考虑开五月份的 大约两万六千二百点的 恒生指数其权 OK 那如果那市 喂 不夹到上两万五千点的楼上 现在就回 那怎么办呢 那没有的 你便拔了这一转 主动做sort call 看胆这一转 纯粹做股票其权的 吸化 call 那跟手来说 它是回下去的 那 慢慢的话 又可以找我去做sort call 我自己觉得 但是 就是 那市 会不会有机会 面来一个 比较大小小的调整呢 我怕的 不过 这个所谓 比较大小小的调整 就不是说 短时间里面 会发生 短时间里面 发生 最多都是 我自己预计 最多都是 是千多点的跌幅那种 千多点不出奇 但是你说 要去到超过二千点 甚至是三千点跌幅 这种跌势呢 我觉得 Alice 暂时看下去 五月份 即四月份 不像有 起码到五月 甚至六月 才有机会出现 我暂时看下去是这样 那 有什么因素 会令市有机会出现 一个 比较明显的跌幅呢 暂时 以我观察的身份来说 就 比较最大的风险 就是 两件 第一 美国说有药 治病 但是这种药呢 现在只不过是做临床实验 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那 他换句话说 真是采用这种药的 那些病人 又不是说真的那么多的 万一 后来 随着越来越多人 用这种病的情况下来说 发现有少少是一些 反效果 或者一些后遗症 那 亦都是其中一个 有可能会出现的 利潭消息 令到那时候 但是这种事是 有可能 亦都有可能 这种药是行的 不足够 第二个因素 反而这个因素 我关心多一点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新冠肺炎也好 网上肺炎也好 也好 其中一个最麻烦 最棘手 去处理的地方 在哪里呢 它的传播那个 链很高 就是很容易 会传播到身边的人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就是 它有病的初期 有机会是 没有任何病征的 就是我所说的 隐形 隐性的传播者 这一类的传播者 是最弱的 最棘手的 去处理这些这样的人 那 当美国 或者其他欧洲国家 去重启 重启 经济的活动 陆续去 去解除封城的措施 那些人陆陆续续去出街买东西 上班 等等 尤其是美国 你知道奥巴马今年是大选年 在他的情况下来说 他就很心急去救经济 因为他选择 总统是不想经济差的 但是他越心急 经济活动越快去恢复的情况下 而疫情的情况下 又未断尾的情况下来说 去做这个重启经济活动的措施 我最担心是 这一类型 我刚才所说的隐性传播者 就会出现去感染其他人 令到疫情爆发 另外一波 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这个我是最担心的黑天外效应 令到市场有第二转的跌势 这是我担心的 但是anyway 即使是担心你有这一转也好 我刚才所说 你起码等经济活动 开始恢复先 解除了封城 这人开始上班 买东西 你才有我刚才担心的情况出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我自己觉得 就算有第二波 比较严重的疫情擴散的案件出现 就算股市有第二波比较大的跌势出现 都不是说跟段时间间的市 我自己的估计 所以 短期内 至少在四月份这两个星期之内 我暂时觉得市 都是习幅扶回的格局居多 简单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比较门的情况下 偏高一点 24,600楼上 再稳定一点 25,000楼上 你就沽下来 偏低一点 过时 大约23,700楼上去 这些位置 你就尝试拿上去 短炒而已 起码 过了这两个星期 跟着等经济活动 开始回复的情况下 去看会不会有 我担心的情况出现 还有 随着我刚才担心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担心的 就是 随着美国或者香港那些公司 续续地公布它的业绩 还有各大 那些国家公布它的经济数据 会慢慢开始反映 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因素 这个也是另一个原因 令到股市会下跌 都是那一句 不会是这一两个星期的事 如果你说说很大的跌幅 就算有 都起码要到五月六月 所以短期来说 短线一点点 这两个星期 暂时看着它是集幅区间波动 策略刚才说了 股票是全的 24,600楼上 cover call 要拿着股票去做 即是short call 即是short call 即是short call 止束期权 起码要后等25,000点以上 即是希望让它夹多一阵 25,000点以上 才做short call 26,200 五月份的恒指期权 OK 策略最主要是这样 今天最主要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未来今个星期三 22日窩囊昂正节目再见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